本期一种山丘之王 为荣耀而战的斗士 举起盾牌一往无前 山丘之王是一名能抗能输出的超强肉队 雷神之锤 所提供的团体眩晕 风暴成装 加速爆发坠元 顿度强化 提供续航 增加自身魔抗奶肉盾神器 终极大招 泰坦反击开启后 更是能反弹所有攻击他的敌人 并使其减速 山丘之王绝对是当前版本里的 刺客客星肉弹星宠 B技能雷霆之锤 投掷雷霆之锤 机密目标一秒 同时对其周围造成伤害 5秒内捡起锤子 可减少该技能 3秒冷却 末日冷却时间为10秒 尽量在敌方聚拢时使用 可以允许到更多的英雄 帮助几方队友完成更好的输出 建议前期附加 2技能风暴重装 短时间内提升自身移速25% 并且提高下次祖宫伤害 爆发型技能实战中效果显著 无论逃生还是追击 均可开启此技能 前期爆发型技能 建议与此加 终极技能 泰坦反击 满击后开启 所有攻击山丘的敌人 会受到30%的减速效果 以及90点法术伤害 大招减速配合2技能加速 锤子想不晕到人都难 应对开启大招的山丘 要么秒 要么赶紧 三技能 顿度强化 是山丘之王的被动技能 一共有6层 每次受到物理攻击 增加一层 超过4层时 触发回血效果 减少受到的法术伤害 持续5秒钟 减确时间为12秒 超强的回复能力 以及抗性 给予了山丘 做肉坦所需要的一切 光明皇帝 提供前期清兵线能力 天罚之锤 提供瞬间爆发 配合2技能 如虎天翼 泰坦提供的续航 以及生命上显 肉坦后期必备 山丘使魔法伤害 冰金守护 提供减少敌方法抗 减速效果 配合颠法之锤 简直让敌人动叹不得 魔金盾后期 防止被一套秒杀 好 这里先被敌方嫦娥 金骨好在躲掉 狼王爆发 果断回头 雷霆之锤 加风暴重装 打残嫦娥 同时拉开距离 通过被动技能 持续回血 待冷却时间 装好之后 再次一套 配合队友 带走赵云 继续成胜追击 这是嫦娥再次 给我禁锢 敌方关羽 进场 我们果断拉开走位 同队友保时注意 待着他大招结束之后 再次一套 打残关羽 可惜被他残血逃生 一套没死 这时发现 猎魔队咱们 蠢蠢欲动 开启大招 被动出发 持续回血 他秒不掉我 一套过去反杀 在嫦娥进口之前 再次开启 雷霆之锤 关羽 二次进入战场 拉开空间 锤子这边 看一下 锤子看给谁 给 救一下这个金屋 好 就往这赶紧跑 这时候 嫦娥给了咱们一个大招 残血 一丝丝的血 赶紧开启 风暴重装 加起自己的移速 加速撤退 这时关羽的技能 交给了金屋 金屋变成了蛋 我们这边再次 一个雷霆之锤 救一手金屋 同时保持距离 跟关羽 拉开一个合适的距离 咽后进场 我们再次一个 戴得CG装好之后 雷霆之锤 反杀极限 好像关羽 神医一般的杀戮